大家好,我是居住在挪威的欧阳明里 这期视频是最近两星期拍摄的 内容就有点像广东话说的 毛泪头啊 就是东拼西凑的 在这里嘛,就一般我们没有那种逛街的概念 所以出了一趟门,去了一下商场 就顺便也去服装店里面帮一下小仙女 纯色嘛,也是万顺节的颜色 万顺节很快就到了嘛 视频里面的蔬菜都是我自己种植的 但是鸡就不是我自己养的 因为实在太多太多了 我没有地方养这些这么多的鸡 这是旅游超级小帮手 迷你便携电子秤 很好的解决了你怕行李超重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视频里 你可以看到挪威秋季的酱果 这部机器正在准备出饺子皮 它和下面接着的这个包子的视频没有任何的联系 都说了这个是拼凑的视频 大师包包包包子 包饺子 这是包子啊 湖南的小笼包,江西小笼包 我是江西人,我怎么不会包呢 看这是啥 还挺好看的 这小老鼠包 你这面,这是啥面呢 这是,就这样吃一块肉 挺好看的 我第一次弄面弄那么离谱的面 我都没试过这么硬的面 这次是手 不是,嗯? 放车了 放车了 什么呀,这是还拍视频 放车了,真放车了 这个皮蛋好像是八十块钱一盒,是不是? 反正里面有六个,松花皮蛋 是哪里长的? 还没有,要研究一下 用三个,用三个 这么贵,用三个好了 打开来了,六个 还想用纸包子 小盖子 续日皮蛋是中国,广东开平生产的 我已经给一些挪威人尝试了 他们不拒绝 这就是我现在做艾灸 这样呢,就一点烟味了,有没有? 基本上那个味道,它都从这个 呃,叫什么鸡来的 都从这个烤壁炉里面出去了 然后,这壁炉是这样子的 就把那个小炉子放在里面 它这种就不是传统的爱调 就是那个无烟,无烟爱调 当时感觉效果一样好 只能用这个,不然这个房子 全部会毁掉去 全部会毁掉去,不然 只能用这种 就算是在厨房的臭烟烟机下面也不行 这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爱旧了 反正我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悬空在这个棚上面 就像带宰的羔羊 就像烧烤一样,没什么区别 谢谢 这是先生买的几个夜明珠 其实它 它是那个 就是太阳能的 就是白天吸收光 然后夜晚就自己发亮的 然后当时那时候我还在 我还在西班牙嘛 你到家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买的等着我回来 咱们浪漫的 他说不 我自己浪漫的 这是先是买的几颗夜明珠啊 要关掉这个 要关掉手机的手电筒 这样反光照的不漂亮 也不真实 这些灯就开始慢慢的亮起来 现在6点21 它是6点22分 就太阳落山 就差一分钟 它就气刻就亮起来了 真听话 而且它也是维持到天 好像到生意的时候 它那个能量就用完了 还真好玩呢 这东西 看着都舒服 这些酱果是我前几天 在挪威超市看到的 现在挪威的克兰 和香港的港币汇率差不多 和人民币都是1比0.7上下 这个黄色的灯笼果是271克兰每公斤 折合人民币是225元每公斤 另一款是306克兰每公斤 尾姆尾黴的象 像我们成人的拇指那么大一颗 是295克兰一公斤 折合人民币是206元每公斤 收胡萝卜 收胡萝卜了 看看能收多少 就是有点老了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有个红的 瘦瘦的 瘦瘦的 种的蜜的瘦瘦的 好不容易有个大的 挺大的 好 早一点瘦 哎 瘦了不少 是有几个好粗壮的 每个颜色都有呗 上上一周 是我们这个地区 所有学校的秋价 包括大学的秋价 都放秋价 就是在以前嘛 农耕时代呢 就是所有的孩子 要回家帮父母树土豆嘛 然后呢 秋价的时候呢 我也把胡萝卜收了 这个是五彩胡萝卜 嗯 种植的时候呢 我就是把那一包土的上面 那个胶带掀起来 然后就把种子撒下去了 所以这些胡萝卜呢 是长歪了的 因为它的土层不够厚 挪威的超市呢 就没有卖过活着的蟹 这些蟹折合着人民币呢 是21和49一个 就是那个在冰里面的 但是我觉得我吃过一次 觉得像吃面包一样 那我再也不会上大买那东西吃了 然后后面那个呢 就是折合人民币呢 就是差不多40块钱两个 但是那个是卖剩的了 可能也都是骨头 嗯 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 日本素食 它是新开张的 但是我在上个月在西班牙 就是9月份 我就看到了跟它一模一样的 反正挪威的中仓 发展比较慢 而且它不是正宗的 它都是相当于叫 可能越以叫盖饭吧 就是吃泡 泡了一个菜 泡了一个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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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见